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 和大家聊聊香港 先说新闻 备受各界关注的那个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 现在已经在美国的参议院排期了 将在美国时间的周四进入审议的程序 因为本届国会即将进入尾声 现在参议院两党正在忙着两个大大案子 一个是维持政府运作的拨款法案 另一个就是新冠疫情纾困法案 围绕着这两个大大案子 民主共和两党的成员现在正在激烈的进行辩论 讨论 大家都希望赶在本届会期最后的一周之内 来完成这两个大大案子 所以说到本周五之前 这个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 就要插空 在这两个大案子之间 看看能不能得到审议和表决的机会 现在 到本次的国会闭会 就只剩下了48个小时 剩下两天 这个法案的主要的目的是美国为港人提供了临时保护身份 加速处理港人难民的申请程序 尽管之前在众院已经全票通过 参议院在这之前也都表示他们也会全票通过 但这毕竟它是一个严肃的法案 两天的时间应该说确实是有点太短了 大家看这个案子看里边的内容 经过一些简单的辩论还要进行讨论等等 然后再进行表决 两天的时间 确实是太短了 所以说呢如果能敢在美国的周五之前通过的话 对香港人来说 这就是一个奇迹 不过呢问题也不大 因为新一届国会半个月以后就走马上任了 这个案子作为一个紧急的议案 他也会很快就会得到通过 但是如果在48小时之内这个案子能递到川普的手里 我想这将是很多港人 愿意看到的 一个结果 现在多项数据表示很多的香港人已经停止犹豫 开始付诸行动 准备离开香港 现在在香港的各大网站上 搜索海外资讯的数量是急剧的攀升 特别是在那位许志峰被冻结了银行账户之后 那个搜寻的热度立刻是直线的飙升 目前的各大移民公司接到的申请的数量都在 几倍的增加 现在很多港人已经把钱 转移到了海外的银行 现在说到这个 逃亡 这已经不再是很多人脑子中的一个想法 而是变成了一个个实际的行动 我看到了很多采访 很多人的现在感到非常的焦虑 他们害怕怕什么呢 生怕中共突然 封锁了进出 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 现在很多人很着急急着要跑 说来香港的有745万的人口 现在有300万人 拥有美国的这个海外的国民护照 拥有这个资格 这批的港人和他们的家属 可以在明年的1月31号起 申请移居英国 然后到了那以后就可以就学就业 住满5年以后就可以获得永久的居留权 再住满一年就可以入籍 成为永久的公民 按照英国内政部的估计 如果这个BNO签证开放以后 很快就会有50万港人和家属到达英国 之后的规模会在 百万人以上 从现在资料上看 目前的正计划移民的大部分人 都是中产和一些中下阶层的人士 这些人呢相对享有较多的移民的空间 这里边讲像那些最贫穷的人 因为资产太少 因为移民毕竟你也要花些费用 确实没有那笔钱 最有钱的呢想走他也走不了 因为手里呢手持很多的不动产 有很多的物业 一时卖你也卖不出去 也没人接盘 所以说呢这些人也舍不得 反而这些中产阶级 拔腿就能走 有些人呢有专家对这些要走的人做了一些分析 他们讲呢说现在走的这些人 一来呢主要是为了子女着想 不想让子女被中共洗脑 当然呢也有很多人是对香港的政局感到恐惧和担心 他们认为啊 把这波移民潮 看成逃难潮 或者叫难民潮 这也不完全错误 因为的确会有很多的港人 因为香港的政局就要沦为外国的难民 很多人走了恐怕 你就回不去了 就在这个大规模逃难潮开始之际 出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有一批海外的香港人士在星期四他们举办了一个记者会宣布 他们将发起成立一个香港的影子 议会 要搞这么一个行动 很多人呢看到了这个新闻标题以后的第一反应 难道这些人要成立一个香港海外的流亡政府吗 那咱们就看看这些人他们是怎么说的 12月17号 原来英国驻香港总领 总领事的一个雇员叫郑文杰 后来呢到大陆大陆去干什么去了吧 结果被大陆给抓起来了 就是那位小哥 他呢以影子议会发起人和秘书处成员的身份 主持了这个记者会 这位郑文杰讲 随着香港公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被快速的腐蚀 香港 迫切需要一个更具公信力的民意的民主的机制来反应 民意 因此 香港的影子议会的倡议 就是为了回应政治现状 给予香港人一个继续发生的替代方案 他强调 影子议会将是一个包括海外 和香港以及在中国境内港人的 为他们服务包括所有人的民间团体 并不意图模仿或建立任何政府的职能 而是希望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和一个民主的机制 据这位小郑讲 影子议会呢希望让香港人能够投票选出他们的代表 同时能够授权海外的这些港人 影子议会将进行国陣线的串联工作 积极参与国际机构 尽管呢现在的国际机构主要的参与者 都是以成员国为主 但是呢作为这个影子议会作为这个民间团体 他们可以参加更多的 NGO 在这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讲现在在香港 因为香港政府已经不能再代表香港人了 所以他说啊影子议会将来想扮演在国际上发生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位小郑讲呢影子议会已经在美国注册成为了一个合法的团体 接下来马上在英国也会注册 所以这么看呢这些人要搞的是一个海外港人的代表组织 来成为在海外和在香港的港人的一个海外的代言人 来表达港人的诉求 说叫影子议会这个名字是挺唬人 但他并不是一个流亡政府 的性质 我认为呢这个想法是非常新颖的 是很有道理 现在在世界各地的港人是很多的 他们的代表人物也很多 但能不能有一个类似议会这样的组织 你像在这个平台上 大家呢经过讨论辩论 然后拿出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来 能够代表大多数港人的意见 在国际社会上 在新闻媒体上 代表港人来发声 代表香港人来提出自己的诉求 并且代表港人和世界各国接触 争取和维护香港的利益 因为现在香港政府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制裁的对象 在西方国家他已经失去了公信力 那他不行 那谁来代表香港人在世界上发声呢 所以说如果在海外能够成功的成立这么一个组织的话 这就等于代表了港人的意愿 在意义上他已经相当于一个流亡政府 他只不过不是一个流亡政府的形式 从道理上看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一个挺好的事 但是他能搞成吗 咱们看香港的民主派在去年11月份那个区议会的选举上 他们已经成功上演了一次 不割习的大联合 看样子这件事是能够做到 现在 只有有一个坚强的组织 才能够和中共进行对抗 才能够团结起所有港人和海外华人的力量 力量 大家呢一块捐款 然后呢有这么一个组织来一块统筹 一块运作 大家呢一块出力 来组织各种大型的活动 来支持帮助世界各地 帮助那些在世界各个角落跑出来的这些香港同胞 谁遇到困难或者是一开始不适应各方面 大家都能互相搭一把手 有这么一个海外组织 我认为作为香港人来说是绝对有必要 而且这个东西呢叫影子议会 我认为这比叫什么流亡政府要好 因为成立一个流亡政府 是有很多的条件 比如说呢如果是原本在国内就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你像一些前国王 前总统 前总理 包括像戴高乐这样的人 在他们流亡以后 在得到了世界一些国家支持的情况下 可以宣布成立一个流亡政府 因为他在国内有民意基础 他有很多人的支持 但是一群老百姓确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胡乱搭一个草台班子啊就宣称自己是流亡政府了 然后这个毛病也就差不多该来了 为了所谓的那些八字没一撇的封官许愿 就能打的打出人脑子来 就能打出打的那是鸡飞狗跳 你让别人一看这哪是什么流亡政府啊 简直就是一群流氓 说到这儿呢那咱们就得说说中国了 我们平时总说中共没有执政的合法性 那意思就是中共 他并不是一个合理合法被人民授权的政府 那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中共不合法 那谁合法呢 那你说老民国合法吗 但现在看这个民国的继承者台湾政府 对大陆根本就没有这个兴趣 他们已经彻底断了光复大陆 重建大民国的那个念想 那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我估计大家一时也说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或组织 那既然找不到一个有公信力凝聚力的流亡政府 那就不如像香港的这些年轻人一样 搞一个影子议会 那为什么不能是一个什么协会或者是这样的形式呢 因为只有像议会这样的概念 它的包容性才足够大 它的运作模式 按照议会的那个章程那个做法 才会比较民主 才会更有代表性 说到这个话题呢 很多人自然就会联想到海外民运 在这儿呢借机咱们也简单的漫谈几句 十几年前的时候 当我在奥克兰开始做广播的时候 有一位老大哥就特别的提醒我 说你在节目里呢 你说什么都行 你反共或者是什么啊 那个敢讲不敢讲的反正你都敢讲 说什么都可以 但你不要掺和到各种组织里 他说到的第1个 就是海外民运 但是这事呢他也奇怪了 我在奥克兰做广播做媒体 前后写专栏后来做广播 加起来大数也将近20年了 我是每年到时候唯一一个在公开的媒体上 公开纪念六四的人 像我这么明显的一个目标 从来也没有什么所谓海外组织海外民运的人来找过我来联系过我 到后来呢我好奇我还专门打 听过我找他们 结果呢很多朋友也帮我打 结果发现在新西兰 在奥克兰 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这个组织存在过的痕迹 现在好不是他们来找我 我现在主动找他们都找不着 说到海外民运 也就是海外民主运动 那既然你都到了运动的程度 当然你要有一定的规模 但到现在为止 别说运动 连一点动静我都看不到 跟身边的朋友有时候聊起来 说到这个海外民运 朋友们的那副表情和口气 都是令人非常的遗憾和叹息 说来呢我和所谓海外民运中的个别人我还认识 有的人呢那更是神交已久 今天呢我不评价具体人 我只评价现在的结果 到现在为止 所谓的海外民主运动 咱们说结果 到现在 没有一个有思想高度 有行动能力 有公信力有凝聚力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就没有国内国际公认的这么一号人物 就像当年的孙先生一样 和近代比 哪怕你像缅甸的那个昂山素姬也行啊 至于呢像曼特拉 瓦文萨 哈维尔 包括金大忠 金永三这样的猛将勇士 到现在 在中国啊在海外还看不到有这么一号人物 另外呢看不到一个清晰明确的 基本的思想纲领 平时呢我们经常听说有海外民运这么当的事 但他们是主张什么呢 他们的思想纲领是什么呢 我是比较关注新闻 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活跃的 我都没有概念 哪怕是像08宪章这样比较温和 比较改良的东西 这些这个所谓的海外民运就没有提出 中国未来的愿景 或者提出了没有被大家所知 另外呢这个民运组织没有筹款的能力 前一阵呢我们看到某媒体 人家能够筹集上亿美元的款项 而平时呢作为自诩所谓光明正大搞民主的这个民主运动 那你们是怎么搞的呢 平时你们能筹到多少款项 另外一条呢就是没有媒体 现在看看看看人家法轮功媒体办的是风生水起 影响是越来越大 而作为海外民运的那些作家文化人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讲的故事他就不好听 另外还有 没有一个清晰的组织 因为没有一个常设的组织 我几乎就没有看到过海外民主运动 以这个为名义组织的大型活动 当然活动肯定是有 但远没有形成普遍的共鸣 来达到一种运动的程度 另外还有呢在平时的社会的重大事件上 普遍的缺位 作为民主运动 你不能老举着民主的那本小册子 讲里面那点小酒酒 你要面对中国国内发生的实际问题 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思想 你要让国内的人一听 哎这个说的好 你说的那个确实有道理 我们将来就按着你这个走 每一个社会事件作为海外的民主运动 都要有自己的态度和声音 比如说这个香港事件 比如说我我人生活在海外 我就没有感觉到没有看到以海外民运的名义 组织过任何大型的活动来支持香港 我就没有看到过以一个组织的形式来批判中共 以及对港人进行声援 当然里边有一些海外民运的成员 作为他们个人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 这个是承认的 说到海外民运你要解决的不是海外的问题 而是中国的问题 但我看到的这些头面人物啊 离中国社会的基层越来越远 越来越不关心 因为平时在推特 facebook上我也经常关注这些人 比如说最近看到一位李某某非常的活跃 经常夸夸其谈什么国际博弈 掰扯什么宗教什么这点事 和网友斗起嘴了那是头头是道 谁都说不过他 一副天下就我最正确 那口气大的 完全就是古龙小说里那个赵正义的形象 谁要不了解这个形象 大家读读天下第一刀那本书 就能看到我就代表江湖正义 就是那么一副嘴脸那么一副形象 当然可能我的评探呢有点过于刻薄 我不想说里边的那些困难和里边这些朋友遭到的那种困难和苦衷 我只说最终的结果 作为我生活在海外的一个普通人 所谓的海外最大的民主力量海外民运给我留下的 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王丹在十年前 差不多十年前吧曾经说过 说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了 对此我是认同的 这个称谓 现在对中国国内的民众来说 已经变成了一个负面的词汇 完全没有影响力 对海外的华人来说现在基本无感 也全无号召力 看到现在香港的移民潮刚刚开始 香港的年轻人们 就提出了这个新颖 有可行性的 影子议会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呢也触发了我对海外原来民运 各方面整合这方面力量的一些想法 中国呢现在正在走在最黑暗的时候 正是至暗时刻 说来呢这是中国的不幸 但同时也是海外民主运动的一个大好的时机 但是现在呢整个的海外民主运动 就困在了海外民运的这个残骸里 自己完全失去了思想和行动能力 却图有其表他占着一个名号 反而我说成了民主运动整合的一个包袱和障碍 自己呢提不出新的思想和理念 也不能付诸行动 出点事呢动不动 我们这些老前辈如何怎样反而是论资排辈 对那些新生的事物是指指点点白白的一物战机 我知道呢有些民运的主要人物也是我这个频道的观众 在此我特别要向这些朋友提出我个人的呼吁 跨过海外民运的这道坎 就让它走进历史 你们曾经的努力历史记得将来会给你们立一座封碑的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新的篇章 我认为现在 应该挣脱海外民运这个负资产 提出一个类似影子议会这样一个新的理念 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代表海外华人的主张 直面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 在海外 组织大型的活动 来抗议中共的暴政 声援国内的民主力量 那些看到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有不同意见 但你用不着一触即跳 与其你有时间来反驳我来和我打嘴仗 我建议还不如 你们多花一些时间 来看看当年的孙先生 是怎么做的 看看当年的中兴会和同盟会 他们是怎么做的 说到当年那些六四幸存下来的老英雄 我认为大家应该看看现在香港的 这些年轻人 不知大家有什么心得体会 说到这两件事 那都是我亲眼所见 我也勉强算是个过来人 我认为 当年的那些人 现在要虚心的向香港的这代人 来学习 我们大家现在应该瞪眼 仔细的看 如果香港的这些年轻人 能把这个影子议会搞得像模像样的话 那我们大陆的影子议会 也没有道理 搞不起来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